阿富汗70亿资产 美国要求分走一半 阿富汗过半人口正面临严重饥荒 美国总统拜登于当地时间2月11日 签署解冻阿富汗在美资产的行政命令 据美国多家媒体报道 拜登计划将阿富汗存储在美国银行系统中的70亿美元 拆分出35亿美元赔偿给91事件 受害者另外35亿美元用于为阿富汗提供援助 阿富汗塔利班方面随即对此行政令表示谴责 根据白宫针对这项行政令发布的说明 拜登要求将阿富汗央行约70亿美元的在美资产均分 一半将作为赔偿91事件受害者的资金来源 另一半则转移至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一个账户 用于帮助阿富汗人民 同时明确表示这些资产不会交还塔利班 白宫称许多91事件遇难者家属 对阿富汗塔利班挣钱提起索赔诉讼 寻求从阿富汗央行在美资产中获得赔偿金 拜登政府支持相关诉求 阿富汗中央银行在海外持有的资产 大部分存放于美国 塔利班2021年8月15日 进入并控制首都喀布尔后 美国冻结了阿央行在美境内资产 致使阿富汗金融体系 实时尚处于崩溃状态 阿临时政府自成立以来 以多次敦促美国解冻阿海外资产 但美方对此置若罔闻 91事件造成约3000人死亡 美国认定当时藏匿在阿富汗境内的基地 组织头目本拉单为幕后元凶 同年对阿富汗发动反恐战争 去年8月30日 美军全部撤离阿富汗 这场美国历史上最漫长的战争 令阿富汗生灵涂炭 累计有3万多名阿平民 被美军杀死或因战乱丧生 约1100万人沦为难民 阿富汗塔利班驻多哈政治办事处 发言人穆罕默德纳伊姆 11日谴责美国 窃取阿富汗人民的财产 纳伊姆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 窃取阿富汗人民被冻结的资产表明 美国在人性和道德上已堕落到最低程度 还有关注阿富汗问题的美国活动人士 在接受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 阿富汗人民与91事件无关 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美国的相关做法 不是为91事件遇难者家属伸张正义 而是从一个已经处于 人道危机中的贫穷国家窃取资金 拜登这份行政令 采取了对于阿富汗央行资产 一半归美国一半归阿富汗的分配方式 并称是为保护阿富汗央行特定财产 维护阿富汗人民利益 对此阿富汗人民并不买账 阿富汗黎明新闻 沙姆沙德电视台 喀布尔新闻等媒体 在其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后 不少网友纷纷留言表示反对 有网友表示 美国人被受压迫且贫穷的阿富汗人击败了 现在开始寻求报复 同时配上了一张极度销售 饥饿的儿童剪食面包碎屑的照片 还有网友表示 我们的民众正在因为贫穷而挨饿 你们这帮窃仔们却在分钱 91事件跟我们的钱 一名叫法则尔拉赫曼的网友表示 拜登应该感到可耻 名为哈米德的网友则说道 这不是援助 这是对阿富汗人民的背叛和敌意 一名叫萨达尔瓦利的网友说道 美国人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权捍卫者 实际上他们是世界上最大的人权敌人 还有网友说道 不能把阿富汗国家的财富分给你自己的人民 这是盗窃和抢劫 更有网友质问美国 是根据什么法律挪用阿富汗人民的钱 分析人士指出 美国发动的战争造成了阿富汗遭遇困境 而美国迟迟不肯解冻阿富汗海外资产 又导致阿经济和民生加剧恶化 阿富汗如今深陷人道主义危机 完全是美国一手造成的 自去年8月中旬阿富汗塔利班涨全后 阿富汗在海外资产遭冻结 这使得严重依赖援助的阿富汗经济更为脆弱 陷入困境 大量民众处境堪忧 上月26日 联合国安理会就阿富汗局势召开会议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 阿富汗局势面前一线 国际社会必须加大对阿富汗人道主义行动的力度 以挽救更多生命 据联合国估算 在阿富汗55%的人口 也就是大约2300万人 面临严重饥荒 超过一半五岁以上阿富汗儿童严重营养不良 还有约350万阿富汗人流离失所 没有温暖的住所和过冬物资 今年需要筹集44亿美元以缓解危机 此外 阿富汗民众还面临公共服务 特别是医疗服务极度匮乏的困境 由于美国等西方国家切断援助 很多靠援助资金运转的医院难以维持 塔利班主导的阿里市政府在新冠疫情防控方面很难有所作为 阿富汗官方早已不再发布疫情相关数据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表示 20年来 这个冬天是阿富汗第一个没有战争的冬天 但对阿富汗人民来说 这个冬天似乎更加寒冷 更加难熬 自从去年8月外国军队仓皇撤离后 阿富汗经济形势像自由落体一样不断的恶化 阿富汗民众正在经历一场最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 张军说阿富汗95%的家庭缺吃少穿 100多万儿童营养故粮 2300万人口严重饥荒 照此趋势 到今年年中 97%的阿富汗人将陷入贫困 面对阿富汗的人道主义灾难 不少国家伸出了援手 中国协调政府 地方 民间等各部门 向阿富汗提供一系列人道主义援助 上万多粮食 民生 医疗月冬物资和新冠疫苗等 源源不断运往阿富汗 俄罗斯 伊朗 巴基斯坦 土库曼斯坦 印度等国近期 也奔恬阿富汗提供了食品 药品 越冬物资等援助 当地时间1月30日 中国驻阿富汗大使王瑜 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 当天装载着中国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火车 从中国新疆出发 驶降阿富汗 这些物资包括约500吨小麦 糖 食用油和马铃薯加工机器 王瑜表示 中方会全力帮助阿富汗人民 2月6日 中国红十字会援助阿富汗130吨面粉 从新疆乌鲁木齐起运 立即710天运底 其他国家也在为此努力 当地时间2月7日 满载土耳其民间组织爱新和援助物资的慈善列车 抵达阿富汗西北部省份赫拉特 这辆慈善列车满载的750吨援助物资 是在土耳其内政部灾害 和紧急状况管理委员会的统筹协调下 由土耳其的非政府组织捐赠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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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